hello 欢迎学习爬充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啊 爬取表情包下载表情包的那个啊 基础的代码已经把它给完成了 对吧 啊 那么上几个讲的哈 就是使用的是一种同步的方式来完成啊 就是我们下载表情的话 就是一张一张的下载 那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比较慢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啊 我们就使用我们直接学到的那个多性的方式 来下载这个表情包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效率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会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上这个代码啊 这地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码啊 然后我这地方创新建的一个文件叫做demo80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demo80py当中来跟大家讲啊 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先把这个demo71.py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些代码 把它给拷备份啊 因为 爬取网页里面的这些信息啊 包括爬取这些 图片的链接 以及图片的名字这些东西啊 在美 不管你是不是用这个多线程都是一样的代码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地方 啊就可以这些代码还是可以重用的啊 只不过是我们采用多信用的方式而已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吧啊 呃 那么我们在讲讲解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跟大家理述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啊 程序 它的一个这样的逻辑 好吧 一个这样的框架吧 一个这样的逻辑啊 然后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啊 PPT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列了一张这样的图啊 立了一张这样的图图啊 那么现在的话就像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啊 首先的话我先在什么呢 先在这个主程序当中 就是在这个魅行数当中啊 在这个魅行数当中 我把什么呢 我把我需要爬起的每一页的那个URL 先把它给定义好啊 先把它给定义好啊 定义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生产者啊 我们这个生产者就从什么呢 我们这个生产者就从这一个每一页 每一页的URL的这个对列当中啊 这个对列当中 去获取每一页的那个URL啊 获取到每一个URL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生产者 他就去爬取每一页的那个数据 把这些数据把它给爬取下来以后 接下来再给他进行提取 提取什么呢 提取这一页当中的那个表情的那个数据 那个URL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提取我们这一页 每一页表情当中的啊 这个图片的那个URL啊 那个URL啊 好拿到这个URL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URL啊 听见到什么呢 听见到一个全局的一个这样的销 一个这样的对列当中啊 一个这样的对列当中 那么这个对列的话 是专门用了去重组每个表情的那个URL的啊 好 那么重组完以后 接下来再使用这个消费者 从这个每个表情的一个URL的 从这个对列当中 去取出这些表情的那个URL啊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消费者 他就拿到这些URL后 就把它给下载到本地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其中的话 对列需要用到两个啊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每一页的那个URL啊 以及每个表情的那个URL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面还需要用到一个消费者 和一个生产者对吧 生产者的话 就是去生产那些什么呢 生产那些表情的URL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边来走一下啊 首先的话 我们这一方定义好两个对链 对 还有Q叫做image啊 MG啊 或者叫做啊 配置配置啊 那个Q QU EU1啊 就是页面的那个对链啊 是一个Q啊 然后的话Q 来导入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给他指定10个对吧 因为我们新的化啊 指定100个啊 因为我们新的化是需要去爬取100个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就给他指定100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 还有是一个图片的那个Q MG啊 QEU1啊 等于这个Q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给他指定500个啊 给他指定500个 因为存储这个图片的URL的话 可能比较多 对吧 可能比较多啊 或是你存储啊 指定1000个都没有关系啊 只要 只要他能够存储的下就可以了啊 尽量大一点 尽量大一点 因为如果你是 让他在下子这个图片的时候 让他耗费在这个 等待这个对列的这个地方的话 就滑不来了 对了 就滑不来了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 把他给设置到大一点 好吧 今天设置到大一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这地方的话哈 再来什么呢 再来构建我们的这个每一页的那个UR啊 构建完之后 接下来再把这个URL传递到这个配置 这个这个对列当中 好吧 那么就是配置Q点铺的对吧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又添加进去啊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每页的那个UR 添加到这个对列当中了 对吧 就添加到这个对列当中啊 添加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创建这些什么呢 创建这个销 创建这个生产者 创建完这个生产者以后 我们在这个生产者当中啊 就把那些页面把它给请求下来 然后获取到每一个表情的那个UR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第一两个啊 class是等于那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PROCUD啊 生产者啊 等于这个threading threading没有导入啊 in part加这个threading threading.thread对吧 主要是READ啊 好 这个地方哈 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对列是定义在这个may行数当中 那么我们以后再创建这个啊 现成的时候啊 创建这个生产者这个现成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对列传到这个里面来 传到这个里面来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去重写那个什么呢 要去重写那个啊 因例的函数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写个 因例去啊 好 这个因例的这个函数哈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参数呢 这里面我们把关标分析口的加逼 它是不是有这里面有这么多参数啊 对不对 有这么多参数啊 但是这个里面这些参数我们不用管啊 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要写一个新address 以及新兴kwaddress 通过这两个参数的话 它就可以包含任意的参数啊 就可以包含任意的参数啊 前面这个新address的话 带来的是那个任意的位置参数啊 后面的新兴kwaddress的话 带来的是任意的那个光镜子参数 说的话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代表任何参数的啊 好 那么代表任意的参数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前面再来定义两个参数啊 第一啊 后面这些参数的话 我们是啊 第一那个什么呢 thread这个负类的 前面这两个参数 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给大家取 弄个什么呢 啊 就是page q啊 然后还一个是那个image q啊 q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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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两个对立以后 接下来再重写 我们这个音列拿出啊 重写这个音列拿出书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需要去掉一次这个thread 这个fully 他那个音列拿出啊 那么就是sober 然后的话把这个新address 以及这个kwaddress 新型kwaddress把它给传进去啊 这两个参数的话 是我们自己用的 不需要传给fully的 那么我们就自己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这里吧 你就不要再去传了啊 好 那么就是self点那个page啊 那个page q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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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这个page q对吧 对吧 那话进行解析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个线程跑完了以后就不执行了 对不对 说的话 这地方你要保证他不断的去走 不断的去走 唯一的要做的啊 能够做的就是这个外处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地方给个外处啊 外处啊 给外处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地方的话就首先获取到这个呦 都得获取到这个呦啊 那么这个呦等着什么呢 等于这个sif点这个配置啊q点那个什么的ge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对列当中的最后一个呦把他给拿到对不对 拿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呦啊 去啊 去去下载我们的想要的图片 对不对 那么下载我们啊 不是下载哈 去获取那个表情的那个图片 就是当前这一个呦 这个页面当中的所有的表情的那个呦啊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工作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pass配置的里面是不是已经做过来 对了 已经做过了哈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代码什么呢 把它给放到我们的这个类当中 当成我们这个类的一个对象函数啊 一个对象 一个类函数啊 一个这样的 呃 对象方法啊 然后这个对象方法的话 需要藏着两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sif 第二个的话 才是you up啊 好 这个heads的话啊 我们就不要放到这个里面来的啊 就放到这里了 好吧 或是放到这里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就要通过这个什么呢 self点这个heads去调用啊 好 然后吧 接下来我们这地方就去解析 解析完之后 这个地方 我们获取到了什么呢 我们获取到了这个image12以及这个图片的名字以后啊 获取到这个image12以及这个图片名字以后 我们不能让他直接下载 这个下载的工作的话是要认给这个消费者去做的 明白是吧 因为下载图片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耗实的一个操作啊 所以说的话 我们就单独放在其他的信任 就是放在那个消费者的信任当中去做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不就先把它给删掉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图片的预案 以及拿到这个文件名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给添积到什么呢 添积到这个每个表情的这个预案的这个对列当中啊 对 这个对列当中啊 那么就是这个对列 就是这个imageq这个对列 对 好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就是就是sif点那个什么呢 imageq点那个pull的啊pull的 这个地方 我们就传一个语言组进去 好吧 要转语言组进去 这个语言组里面第一个数据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图片的UR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文件名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给添积到这个对列当中了啊 添积到这个对列当中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下部分这个功能完了以后啊 再回到我们这个run方法当中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用sif点这个什么呢pass page啊pass page 然后把这个URB把它给传出去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去解析每一页当中的那个URB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传张者啊 他就不断的从什么呢 不断的从这个这个对列当中去取这些每一页的那个URB取完以后 接下来他啊 他再来到我们这个wile里面再去啊 从这个里面去取这些URB吧 取完以后在这里面进行解析 解析完之后再重到这个对列当中 对 再去重到这个对列当中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什么呢 啊 那个圣诞者暂时心解析写到这个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些这个消费者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哈 在我们这个消费者当中的话 我们后期的话也需要用的这个page q 以及这个image q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需要把这些代码啊 就这两个代码也是要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总的加c 对吧 勾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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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拿过来啊 给拿过来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这次不就是那个 叫做consumer的啊 好 可以了啊 可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一下这个run方法 对吧 在这个run方法当中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去从这个什么呢 不断的从这个image q 当中去取出所有的那个啊 图片的UR 对吧 取到又再来把它给下载到本地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 呃 图片的UR 啊 image UR 还有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文件名 FILE FILEB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那个self 点那个 image q 点get啊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返回来的是一个羽羊族啊 因为在这个对调当中 这个地方他装的是一个羽羊族啊 羽羊族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解包 明白是吧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解包啊 就是你这个里面有这两个数据 那么我这一般就定义好两个变量 那么你等于你这东西 他就会分别将这东西 等于他 啊 将这个东西等于他 其实是这种解包操作啊 好 那么拿到以后 接下来 我们再来把它给保存在本地啊 哎 这个操作 我们也是需要放到wile处的情况当中啊wile处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啊 request request 点击什么呢UR retrieve 然后是这个image UR 对吧 还有这个什么呢 路径就是imma adress下面的那个呃 加上file name 对吧 加上file name 对吧 加上file name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也相对是写写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当时现在的话啊 我们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生产者 他是不是一直歪出根本就没有没有地方再break掉啊 对 换句话说 去这个生产者 生产者这个限制啊 生产者这个限制的话 他会一直在这个地方死去玩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不能让他死去玩啊 对 因为如果你已经把前面一百页的这个图片都已经把它给变 都把它给那个什么的啊 解析出来了以后 那么你再去执行这个限制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去拍了哈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拍了 如果你这个对电当中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那么我就让我这个现成直接退出了 就不要再去执行了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 呃 手机的话要给大家拍了哈 衣服什么呢 下午点那个呃 呃 下午的那个page queue啊 如果这个对电 椅子 呃 那个emily啊 mpty啊 如果这个对电他是空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break掉了 对 直接break掉啊 就不不要往下面去走了 如果这个对电空了 那么 说明这个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数据了 没有数据 这时候的话你就直接break掉 让这个线程退出来就可以了 让这个线程 让这个线程退出啊 让这个线程退出的方式 就是让你这个run方法执行完毕 你这个run方法执行完毕哦 这个线程就会自己退出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break 把直接让这个break 那么就相当于是 这个y处会不不去执行完了 这个y处执行完了 那么我们就run方法也就执行完了 对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消费者这个地方啊 消费者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是不是也是处于一种乖处死去挖的这个地方啊 对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判断一下 呃 是某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要让这个程序让这个run方法执行完 这样的话这个紫线能才会对中啊 对对 那么我们这边也要给他判断啊 怎么判断呢 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判断一下这个图片的这个对列当中有没有数据 如果这个图片这个对列当中还有数据的话 那毫无疑问 我肯定要去下载 对不对 肯定要从这个对列当中去取出数据把它给下载 那么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那么这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有可能就哈 有可能就是这个生长者已经没有再生长这个数据了 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给个判断啊 if什么呢 if这个image queue 啊 image queue queue self self .image queue .mpty 啊 如果这个是空 并且啊 并且啊 那个self .page queue .mpty 如果这两个都是空的 那么说明什么呢 如果这个图片的这个对列当中也空的啊 这个页面的这个对列当中也空的啊 那么说明确确实实已经没有数据了 对对 没有数据的用 这是的话我就 就直接break 掉 对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run farm 就会执行完成 执行完成以后 我们这个线程就会自动的退出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够进好了啊 并且我们在这地方操作这个对列的时候 就不用再去关心它啊 是否需要加速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什么呢 这个queue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线程安全的啊 就是你在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其他线程是不会受到硬 其他线程的话是不能进行干扰的啊 进行不能干扰 不能进行干扰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生长者与消费者模式啊 就差不多了啊 就差不多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啊 现在不行啊 现在是我们先把这个生长者和消费者写完了 但是这个线程没有执行的 啥了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过s in range啊 这个地方我们创建五个生长者 五个生长者 好吧 然后这个是t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pppp audio producer啊 那这个类伍 呃 这个地方的话需要传递两个参数进去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呃 呃 配置的这个对面 第二个的话是图片的这个对面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就是呃 配置q 以及这个imageq 对吧 t点那个什么呢 start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for x in range啊 这边再给五个消费者限制 好吧 等于什么profumer啊 然后这个pageq 以及这个imageq啊 好 给问又t点start 对吧 这样的话就完之了啊 好 可能加索了这样 这次来 我们再来啊 这样的话就运行的好运行的 我们右键再来直接啊 这里方打啊 这样吧 这个地方他呃 他下载的一张 我们这个地方就来打一次吧 来打一次啊 那个file name啊 这个加上这个呃 下载完成啊 好 那直接下啊 好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话效率就会快很多啊 对不对 一下子可能就是刷出好几十张的啊 哎 这个地方出错的是吧 啊 这个地方这个信号还要把它给过滤一下 对吧 这个信号也把它给删掉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快很多啊 那么我们就不去干了 你可以看啊 可以看快很多啊 快很多啊 把他给弯掉了 对吧 哎 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程序改造一下 就这个地方我们给他加个信号啊 对吧 给他加个信号啊 信号的话也代表的是一个那个关键的 一个特殊字符 对吧 那么我们也是给他一个法系看 给他进去转移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把它给上掉下了 哎 上都上了这么久 你看一下子的话就是一千两百多个表情了 对吧 呃 这个多性能就很快了啊 好吧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不去下载了啊 就不去下载了 大家的话可以自己在科学里面自己尝试一下啊 自己尝试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多些人下载表情包啊 就讲到这里吧啊 大家的话在科学里面自己尝试一下啊 好 科学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好了 拜拜 好了 拜拜 好了 拜拜 坏了 明白